這個風暴到底怎麼開始呢 我們先談一下倫敦政經學院好了 它成立於1895年 1895年剛好是簽馬關條約的那一年 所以說歷史非常悠久 作為英國最高的學術殿堂之一 它培養許多全球的傑出的 學術研究人才 各國政要 他們自己學校做統計 有52個國家的元首領袖 是它的傑出校友 蔡英文也是其中之一 但我們要還原 當初赫德芬跟彭文正 引述朝常青 說蔡英文的論文是照假的 或是不存在的 是什麼個引述法 到底有沒有所本 我們來看 他們引述的就是這個 Rechard Report 但是大家仔細去點進去之後 他發現所謂的Rechard Report Rechard Report 對不起 他並不是一個獨立媒體 也不是一個專業的 從業新聞從業人員 他是什麼人 他只是一個再平凡也不過的 部落客寫手 簡單來講呢 就是寫臉書的這種人而已嘛 他沒有任何新聞從業背景 也不是學者 結果呢 烏龍的寫了這些內容 大概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 他的指控啊 等等啊 蔡英文沒有 為什麼沒有拿到博士呢 因為他連博士論文都沒有 好 他寫這些東西出來之後呢 就被誰引述呢 三個最有名的粉絲專頁 一個叫吳祥輝的粉絲專頁 一個叫做曹長青的粉絲專頁 還有呢 黑小英的粉絲專頁啊 把這些東西呢 當成什麼 當成是保 如獲至保 好像找到新大陸一樣 哎呀 終於有機會啊 黑蔡英文了 這邊有最大問題在哪裡 你寧可相信 江湖素氏 二流血手 去做的這東西 都不去查證 什麼叫查證 打通電話或寫封 Email到啊 倫敦政經學院啊 就可以得到回應了嘛 網路報導這麼多 關鍵是英國的外交家 這個學術期刊 直接呢 針對這樣的事情呢 也不得不說話 他說什麼呢 如果要質疑 蔡英文總統的學歷 是假的 就好像在檢證 歐巴馬的出身證明 出身證明 如此荒謬 這根本就是陰謀嘛 結果搞了半田 賀德芬 彭文正 就引述曹長青 那曹長青引述誰 就引述我剛才所說的 叫Richardson Report 他根本就沒有任何 公信力可言 我不客氣的說啊 這個人吳宗生友 忽然寫這樣一個東西 也就是在他個人的 過去的部落格裡面 完全都沒有蔡英文的東西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合理懷疑 你們根本是一夥的嘛 你們在演左右手 好像引述來引述去 最後的關鍵在哪裡 你根本沒所本嘛 這是第一點我要說的 第二點我要說的地方是呢 國民黨你要了解啊 國民黨有許多政務官 有許多大學校長 有人也當過大學教授 就像馬英九一樣 關鍵的點在哪裡 一個留洋回來的博士 然後要成為大學教授 或者是要擔任政務官 你要過哪三關呢 第一個你要過外交部嘛 學歷的認證 你必須要過外交部嘛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你要成為大學教授 你的學歷的檢認啊 或鑑定啊等等啊 你要過教育部嘛 如果你要擔任政府人員 譬如說政務官好了 你又必須經過 所謂的考試院的全序部嘛 請問這些遊戲規則 好龍兵副主席 當然很清楚嘛 不要說民國七十三年 比較嚴格啊 到現在還是很嚴格啊 那第三點是什麼 第三點啊 任性指控蔡英文的 這些獨派 或者是喜樂島的成員 任性到什麼地步呢 其實蔡英文的論文的 那個封面之前 就已經有人上傳了 您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們認為這只是封面的殼 裡面可能什麼都沒有 裡面可能是空無一物的 這奇異 第二個部分關鍵在哪裡 所謂的論文的格式 或是論文的內容 是因為活在 那個沒有文書處理的年代 那時候寫碩博士論文 結果兩種選擇 沒有資源的人 就自己學打字吧 有資源的人呢 就去送打吧 但送打不保證啊 品質會如何 或者是呢 編印啊 可能會出現啊 缺漏的現象 是 這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嘛 第三個我要分享 我自己也是 正大的博士法 過去有媒體跟學者啊 要跟我借啊 我的博士論文 但我博士論文 一本都沒有啦 我都放到這個中央圖書館 跟正大的圖書館啊 那我 唯有博士的證書 你可不可以說 我拿不出博士論文 就嘴我說啊 張雨潮 你的博士學歷是假的 有人曾經這樣指控過楊偉忠啊 那個人叫做歐崇敬 我還必須要說 你要去指責別人的論文很假 舉證責任會是在 蔡英文自己嗎 結果喜樂島 彭文正跟 所謂的賀德芬 舉的證據 原來公信力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個部落客的寫手 然後呢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然後隨便呢 嘴了幾篇呢 蔡英文的論文是假的 結果你就拿來做宣傳 拿來恭喜蔡英文 我覺得明眼都知道 只要唸過博士的 唸過碩士人都知道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 地位是什麼 人家都祝賀蔡英文 擔任總統了 都幫蔡英文的學弟背書了 你是不是要 要黑倫敦政經學院 基本上呢 也是跟民進黨呢 擁有很好的關係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以後不用再討論了 就讓司法來做 最後的確認 但是呢 到後來丟臉的會是誰呢 答案不言而喻